见到第一仙,第3064章,满座街巾,静若寒蝉。天自九号楼阁外,响起一阵叩门声。正在静坐修行的苏毅,悄然睁开眼眸。有事!他那淡然的声音,在楼阁外响起。神识中,已让他看清叩门的,乃是这龙骨戒船上的一个护卫,身着黑袍。 回禀客人,在下之前得到手下的消息,说,与您一起,同行的那位云荣姑娘,被其同门带走。黑袍护卫作一道,在下觉得,此事有必要跟您通报一声,才会贸然前来打扰。云荣被吃冤到庭的人带走了?苏毅眉头微皱,悄然起身。下一瞬,他就凭空出现在楼阁外。 这冷不丁出现的荧幕,让那黑袍护卫眼瞳一缩,下意识退后竖步,躯体紧绷。 旋即,他自知失态,连忙低下头。 这龙首戒船是你们罗氏一族的地盘,但凡船上客人,接受你们庇护,如今却发生这种事。 是否需要给我一个说法? 苏毅淡淡道,黑袍护卫解释道,在下只是一个传信之人, 再加上那是赤冤道庭内部的事情,我们罗氏一族的强者,才未曾插手。 苏毅呜了一声,希望如此,告诉我,抓走云荣的人在何处? 黑袍护卫当即爆出一个地址。 苏毅悄然转身去,直至他身影消失,黑袍护卫不自禁长吐一口气,心有余悸。 那名叫莫寒一的青袍年轻人,明明身上一点威势都没有,和寻常人都没区别。 可也不知为何,却让他感受到一种恐怖无边的威压,心境压抑,机遇窒息。 直至此刻,黑袍护卫才猛地发现,自己身上衣袍都被冷汗尽头。 果然,但凡能住在天字号的客人,就没有一个寻常角色。 黑袍护卫暗叹。 他匆匆而去,一座灯火通明的房间内。 一溪阑珊的月丘仪态,闲散地坐在那,手中端着一个茶杯,热气腾腾。 赤渊道庭的外门弟子云流,彭山齐,慕如等人,分别立在两侧。 而在房间中央,云蓉瘫坐在那,披头散发,面颊红肿,神色七晚欲绝。 云蓉,你可知罪。 月丘神色冷立,云蓉眼神枉然,颤声到月师兄。 我怎么了? 月丘一声冷哼,一侧的彭山齐当即站出,眸光森然道,还敢嘴硬。 你一个贱臂,从哪来的命运前? 说着,他一抖手,哗啦一声,各种各样的宝物洒落一地,堆积厚厚一层。 这些,皆是来自天南海北的西汉货物,正是云蓉之前在街市上所购买,本打算带回去给苏毅的。 你一个还未获得宗门普蝶的外门弟子,哪来的命运前,敢如此挥霍? 彭山齐历声质问,眼神骇人。 其他外门弟子,看着那琳琅满目的宝物,堆积了厚厚一地,眼睛也有些发红,心生妒忌和贪念。 作为赤渊道庭外门弟子,他们都还未踏足永恒道徒,乃见过这么多,能够满足永恒尽所需的宝物? 而云蓉心中,则无比委屈和愤怒,辩解到这些皆是墨前辈所赠。 而我只是,为其笑容。 闭嘴! 云流走上前,痛心疾首道。 阿荣,我们都已查清楚了。 你口中,那名叫莫寒一的人,身份大有问题,是一个包藏祸心的歹人。 而你,为了贪屠容。 华富贵,不惜背叛宗门,投靠了那个歹人。 到了现在,你还嘴硬,非要我们对你用刑。 背叛宗门? 攀附歹人? 云蓉脑袋都猛了,自己什么时候做过这些事情? 你们,你们血口喷人! 云蓉目自欲炼,气得浑身哆嗦。 我从没有背叛过宗门,没有。 砰! 彭山齐上前,一脚将云蓉踹翻在地。 而后,他踩在云蓉脑袋上,语气冰冷。 云蓉,你若识去,我们自会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 说着,他拿出一个玉瓶,待会你回去的时候,为那莫涵一壶茶,把玉瓶内的泉水倒入便渴。 记住,必然让莫涵一喝了,若让他发现,哪怕莫涵一原谅你,我们也饶不了你。 云蓉猛地明白了,什么罪过,什么背叛,统统都是假的。 这些同门真正的目的,是要对付莫涵一前辈。 那莫涵一的确有问题,云蓉,属于你将功补过的机会来了。 一直坐在椅子中的月丘淡淡开口,事情一成,我不仅会网开一面,还会议诺你一个外门弟子的名额。 众人都盯着被彭山齐踩在脚下的云蓉,在等待她的答复。 云蓉艰难地抬眼,死死盯着月丘,一字一顿道我就是死,也不会答应。 彭山齐眼眸中,骤然间浮现一抹暴力之气。 那可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 她猛地俯身,一把攥住云蓉头发,将其整个人拎起来。 而后捏开她的嘴,目如失地,该你了。 别怕,这丹药很甜的。 一侧的目如笑眯眯拿出一颗丹药,招云蓉嘴中色去。 云蓉惊恐,拼命挣扎。 可却无济于事。 不远处的云流将这一切尽收眼底,内心说不出的痛快和得意。 让你这件避住天字九号楼阁,得不配位,活该遭此大罪。 其他外门弟子看着这一切,神色自若。 没人感觉有些不对,因为在他们心中,就从没有把云蓉视作同门。 可这一瞬,这座灯火通明的房间大门,却悄然间破碎,化作无数粉末消散。 一股凛冽如刀锋般的肃杀之气,如寒潮席卷,灌入整个房屋内。 灯火顿时暗淡。 所有人击凌凌打了个寒颤。 正准备把丹药塞进云蓉嘴中的木炉,浑身一僵,手指就像被无形的大手攥住,再无法动弹分喉。 而一手攥着云蓉头发,一手捏着云蓉嘴巴的彭杉旗,则浑身一僵,被禁锢在那。 气氛,骤然变得诡异地寂静下去。 所有目光,都看向了门口处。 一个轻袍男子,不知何时出现,迈步走了进来。 众人一眼认出,那赫然,就是天字九号的客人,也正是雇佣云蓉当向导的主顾,莫寒一。 果然,你这家伙有问题。 坐在那的月秋冷冷开口,既然你来了,事情倒也好办,说说吧。 你究竟是谁,为何要蛊惑我派弟子云蓉? 他显得底气十足,从容不迫。 一是他本就出身显赫,乃是赤渊稻庭大长老的外甥。 二则,是因为这龙骨借船乃是罗氏一族所有。 而他和罗氏一族少主罗云安关系莫逆。 故而,他根本无惧发生任何意外。 而随着月秋开口,在场中人都镇定下来,皆眼神冰冷地看着苏毅。 在这南海上,赤渊稻庭乃是六大顶级天军势力之一。 他们可不信,有谁敢对他们不敬? 过往岁月中,哪怕是穷凶极恶的流寇,见到他们赤渊稻庭的传人也得退避三尺。 来人正是苏毅。 他看了一眼那堆积满地的宝物,又看了看被攥着头发。 如若带在羔羊般凄惨的云蓉,眉头不由皱起。 猛的,云蓉急促地开口前辈。 您快走,他们,他们是冲着您而来。 所以神色温和道,我明白。 声音刚响起,攥着云蓉头发的彭山旗呼得眼珠瞪大,看到自己的两条胳膊无声息地暴碎,化作灰烬飘洒。 旋即,他张嘴就要惨叫,却惊骇发现,竟是一点声音都发不出。 你,坐在那的月秋脸色一沉,你这是要和我们赤鸢道庭开战。 苏毅没有理会,走上前,来到云蓉身旁。 诡异的一幕发声,也不见苏毅动作,可彭山旗的躯体,轰然化作灰烬飘洒。 而手拿一枚丹药的慕如泽磋坐在地。 他像一滩烂泥般,面孔煞白,浑身哆嗦,眼神涣散, 犹如梦一般结结巴巴说道别杀我,别杀我,这都是月秋师兄让我做的。 所有目睹这一幕的人,无不悚然,脸色都变了。 彭山旗这样一个大活人,离奇暴毙,无声息地灰飞烟灭。 而木炉,则向心境崩溃,彻底失去心智。 自始至终,没人察觉到,那名叫莫寒一的青袍男子,如何出手的。 这让谁能不经绝。 这一瞬,连月秋都意识到不对,猛地起身,震怒到不管你是谁,胆敢杀我赤冤倒庭的人。 你死最难逃。 他声音很大,如雷鸣激荡,可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阻隔,无法传到外界。 这一切,让月秋心中咯噔一声,产生强烈的不安。 这家伙,究竟是谁? 难道真敢在此地杀了他们? 不! 在这南海上,谁会蠢到敢和赤冤道庭结仇? 在这龙骨借船上,谁又敢彻底得罪罗氏一族? 就在月秋心念转动时,瘫痪在地的木鲁忽地拿出一袭雪白衣袍,眼神空洞,声音飘忽道,我该死,拿了不该拿的东西。 最大莫及。 声音还在回荡,在众人惊骇目光注视下,木鲁整个人忽地躺在地上,彻底失去了生机。 死了! 这…… 众人心神战力,头皮都快炸开,这究竟是怎么回事? 而此时,云荣已彻底解脱,当目睹这样的恐怖惨剧,她也不禁呆滞在那。 前辈她究竟是何等存在,竟能让别人主动地,畏罪自杀。 苏毅弯腰捡起那一袭雪白衣袍,温声道,这是你买的? 云荣下意识点头,我给前辈买的,本打算送给前辈。 可! 苏毅笑起来,不必多说,我明白了。 衣袍上有灰尘,有褶皱,也有血字。 眼光不错,我很满意。 苏毅抖了抖衣袍,顿时衣袍表面的灰尘,褶皱和血字统统消失不见。 房屋内一片死寂,众人都站在那儿,大气不敢喘,完全被震慑。 而苏毅却旁若无人,伸手擦了擦云荣脸庞上的血字,道他们都是你的同门。 你觉得该如何处理他们为好? 云荣犹豫半晌,才提升到若岸晚辈的想法,不想前辈因为晚辈而引火上身。 这样的话,晚辈良心难安。 苏毅笑道,引火上身。 不算什么的,既然已经出手。 那我倒是想知道,他们哪里来的胆子,敢用你的性命来针对我。 说着,他终于把目光看向月丘。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? 月丘浑身发寒,嘴上雾字冷冷到,有种你。 碰! 话刚说出口,整个人跪在那,双膝砸地,蹊跷躺血,唇中发出痛苦的闷哼。 这一幕,彻底把其他人吓坏,机遇崩溃。 这一次,他们究竟招惹了怎样一个恐怖存在? 完全不顾及他们的身份。 完全不在意这是罗氏一族的龙骨借船。 说杀人就杀人,眼睛都不带眨的。 最可怕的是,他们完全不知道,对方会在何时出手,又是怎样出手的。 太诡异,也太恐怖。 是不是因为你? 苏义目光挪移,看向云流。 早在登船前,他就察觉到,这云流是个心肠恶毒,表里不一的女人。 作为童族,这女人却对云蓉有着一股无法掩饰的恨意。 而此时,被苏义目光盯着,云流顿时亡魂大冒,花容惨淡。 他泪如雨下,哭泣道,前辈,我和您无冤无仇,哪有胆子敢这么做? 苏义呜了一声,扭头对云蓉道你和他之间的恩怨,由你来解决。 大道路上,似这样和自身有着恩怨纠葛的魔刀石,唯有自己解决,才能崭心中快乐,让自己念头通达。 我?云蓉一呆? 旋即,他猛地醒悟般,道多谢前辈点拨。 作为一个下卫神,云蓉自然清楚,这是一个对自己以后修行极为关键的磨炼,若能斩知,将对自己的道徒产生不可估量的避意。 但很显然,云蓉没有这种觉悟,当得知苏义不杀他时,心中简直欣喜欲狂。 只不过表面上,依旧哭得梨花待雨,一副彷徨无助的可怜模样。 而此时,苏义迈步朝跪在地上的月秋走去,他很不解,在登上龙骨借船的第一天而已,就被人莫名其妙地针对,无疑显得很反常。 云蓉只不过是被人利用了而已,包括这赤渊道庭的月秋,肯定也被人利用,当作了投石问路的棋子。 简单来说,苏义怀疑,这一场小小的风波背后,恐怕另有主使。 下一刻,月秋就被苏义拎起来,都懒得废话,直接进行搜魂。 自始至终,其他人呆呆地看着,无人敢阻拦,甚至都不敢多说一个字,静若寒蝉。